黃土伴隨著沙石 被大水沖刷而下 宛如颱風天的場景 在金山三界潭路真實上演 清晨的大好雨 讓整個北臺灣多處道路 整個被淹沒 另一邊兩輛小轎車跑在水裡 只剩下車頂依稀可見 在金山的環京路路面積水嚴重 只剩單線能勉強通行 斗大的雨滴不斷落下 馬路上堆滿黃土和落石 通往沿流方向的濱海道路 多處攤邦 沿流隧道已經封閉 我本身這邊就沿到七十幾 七十幾 冰箱漂浮在水面上 物品散落到處 大雨依然不斷落下 在萬里的大棚裡 甚至一度水深即夭 滾滾黃水不斷沖往路面 整條道路難以辨識 在石門的老梅里 大水灌進附近住家 出門還得冒險涉水 對外道路幾乎全部中斷 各機關停止上班上課 短短幾小時裡 基隆和新北降雨 已經逼近颱風天標準 其中金山石門萬里 更陸續傳出嚴重的淹水災情 居民苦不堪言 新北市長朱立倫 將取消原定行程前往看災 記者朱定龍 許志成 SNG小組 基隆新北報導 既然有所謂的 使用 新北築 母中 村